尼西米记第一章 哈加利亚的儿子尼西米的言行录 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基斯流月 我在书山宫中 我的一位兄弟哈拿尼和几个人一起从犹大来到 我询问他们关于那些从贝鲁逃脱的犹大渔民 和关于耶路撒冷的景况 他们对我说 那些从贝鲁剩下的渔民 在犹大省那里遭遇患难 受到凌辱 耶路撒冷的城墙倒塌 城门也被火烧毁 我听见了这些事 就坐下哭泣 悲伤了好几天 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祷告说 耶和华天上的神 伟大可畏的神啊 你向那些爱你 遵守你诫命的人 守约诗词爱 求你侧着耳 睁着眼的 垂听你仆人的祷告 我今天在你面前 昼夜为着你的仆人 以色列人祷告 承认以色列人所犯的罪 就是我与我父的家 向你所犯的罪 我们故意行极大的恶事得罪你 没有遵守你吩咐 你仆人摩西的诫命 律例和典章 求你纪念你 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 说 你们若是不忠 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 但如果 你们回心转意归向我 谨守遵行我的诫命 即使在你们被赶逐的天边 我也必从那里 把他们招聚回来 带他们到我选择 给我的民居住的地方那里去 这些 都是你的仆人 你的子民 是你用你的大能 和你强而有力的手 所救赎的 主啊 求你留意 听你仆人的祷告 听那些喜爱敬畏 你民的仆人的祷告 求你 使你的仆人 惊天顺利 使他 在这人面前蒙怜悯 那时 我是王的九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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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